原文灾族 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人为 那个沈维京 无官无职的 那个大骗子 他没有资格做侍者 所以 李如松就另派两个中层干部当侍者 这么多人他不派 派两个大老粗 这两个人也不懂得知道 平时也不懂得说话 那你叫个谈判 你说什么 他就一尾色额头看 又不懂日文 他说话全靠沈维京的沈维京 车顶督地说什么 他们也不懂 哎呀 拿两个这样的大老粗来当侍者 真是要命啊 你想不吵笑话也不行 不过你们放心 李如松的认真聪明的人 你会这么傻吗 找个不识字的人去当侍者 任你欺骗啊 当这个代表团和小西谈判的时候 李如松已经成人不比 大令大军 烧了龙山日军的仓府 乘机进入黄京啊 当这两个大老粗和沈维京和小西谈判的时候 李如松和上司写了个报告给皇帝 报告是这么说的 这次日军和我们谈判 看来他们有些诚意的 但是我们答应他的事 一律都是假的 请陛下放心 哦 原来是这样 现在就看看 他们谈判初步达成的协议 明朝要派遣使者去日本 会见封臣售吉 大家继续商讨和平 第二 明军撤出朝鲜 日军就撤出黄京 第三 日军就将俘虏了那两个朝鲜王子 就还安给朝鲜 沈维京拿着这个协议 好像执道布那样 宽天喜地 回来报告给李如松 说日本仔啊 愿意讲和啊 李如松呢 咬咬咬咬咬就算了 说了一句好 根本没理他 他的副部长宋映仙 ですね 啊呀 噓头表示同意 哪定可 调ago 他们早就打报告给皇帝 说答应的东西全部是假的 这回在明朝 就由皇帝带头一直在朝鲜打仗的士兵 夹齐一起玩日本仔 本来的倭寇十分狡猾 你以为骗他那么容易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明朝敢来玩他的 所以日本方面还很认真 连那个日本首领封臣秀吉 这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趁自下令邀请明朝的士者 去访问日本商谈和约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 日本名将小西行长 就亲自来迎接明朝的士者 借用紙随一贯审违景 欢迎他们去日本谈判 封臣秀吉非常热情 亲自统领日本各地的诸侯权贵 他现场欢迎 和张登杰彩 十分隆重 真的好像过重大的节日一样 回谈开始了 封臣秀吉 趁自参加会议 一开头他就发现 整个会议差不多他一个人都说了 明朝两个大脑操使者一言不发 一尾鸟头鸟脑,沈维京一卵嘴,对答如流,说到天花乱嘴。 那两个上级,大老操事者都不知道是鸟什么,居然问都不问,一尾鸟头就在。 好了,开会开了一个多月,开到最后一天,那个老奸巨华的风神秀吉才拿出底牌。 一共七条条款,所谓和平条约。 唉,什么和平啊? 这份和约是刚刚说明日本风神秀吉, 确确实实是贪婪无耻,不可救约之徒。 好,现在讲一下这条条约,大家听一下。第一条,明朝要将公主嫁去日本,做日本的后妃。 第二条,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 第三,明朝和日本要交换世事,永远通好。 第四条,明朝和西奖和平衛兵。 第五条,朝鲜要派出皇子,带臣各一人作为人子,留下日本,去日本管理。 第六条就发还给日本扣留的两位王子回朝鲜 第七条朝鲜就发誓要承诺永远不惠叛日本 哇 这样就叫做和平条约 除了放两位王子回朝鲜 其他通通都是战胜国的姿态 来到逼你认输各地求和 极不友善亦不和平 不单止这样 他狂妄到明目张胆 不单止欺负朝鲜将手伸到来中国 那你说堂堂大明王国 有什么可能同意的 偏偏那个王国代表 沈维京和那两个大老粗呢 当堂就答应了 沈维京就开口说同意了 那两个大老粗就一名额头了 那就是答应了 那个风神秀吉发梦都估不到 大明的侍者这么好相遇这么宽佬 怎么都答应的 哎呀 这个风神秀吉 这个大野心家 他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啊 他本来啊 可以开口说整个明朝我都要了 那说是沈维京呢 沈维京呢 或者与头应认也不最好啊 因为沈维敬根本就不是什么代表 他这个是无耐力嘛 他无权代表大明的 他答应什么都好 不用他就数的 那个大佬租金 本来是猛成城都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他一点都不自在的 所以风神兽吉 就失去了一次满足他自己野心的绝好机会 日本和谈就此结束 真真正正 是一群狐狸狐狗的人 在一个狐狸狐狗的地方 开了一个狐狸狐狗的会 递了一个狐狸狐狗的条约 可怜啊 一代骁雄风神兽吉凤光一世 就快要退休了 被两个粗人 一个无赖玩了轮 真真正正的万节不保 遗陷终身 这场所谓谈判的闹剧 现在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就没有耐收场嘛 你订好条约要执行的嘛 你认为说了就算了 那怎么执行呢 各位 不用心价 做戏呢 当然有头有尾的嘛 好戏做在后面啊 下方就自然向各位交代了 那现在说回那风神兽吉 心满意足 就吩咐 由小西 负责处理和约的事 同时 下令即刻将两个朝鲜王子 送回朝鲜 沈维京 就和两个大老粗大使 就回回北京了嘛 本来呢 沈维京 你又车了这么多大炮 答应了这么多丧权欲国的事 喂 回到来 你都要交代一下 哈 他骗完日本仔 就回来骗自己人嘛 连皇帝都骗了 说自己定条约 怎么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 怎么怎么维护了国家利益 怎么怎么 把日本人说到塌塌点 自己是张扬了国威 取得和平 那个国防部长石胜 可能呢 那个人老实 又严格有点迟钝 哈哈 他居然相信了那个沈维京 他报告给皇帝听 皇帝虽然懒 不过 他又比石胜聪明得多 他有点怀疑 喂 喂 日本人 什么都认错 就这样就收手 怕不会吧 但是国防部长石胜呢 见识 有一点都没有假的了 皇帝呢 听到这么说 皇帝就半信半义就同意 跟日本停战以和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 日军呢 就大部分就退出朝鲜 就留一部分在那儿 明军呢 也都留了一万五千人留守朝鲜 其余就全部撤退回国 那就不理你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朝鲜战争就暂时停止 就取得和平 那么总督宋应昌 统领大军抗窩援朝有功 就升任为右刀御史 即是二品大军就升到一品了 李宇重也都加人工 还加封太子太保的头衔 三年之后 辽东总兵离职 皇帝呢 就不理好多人反对 依然就坚持 派李宇重 做辽东总督 李宇重上任之后 过了一年 他说统领大军 追击叛军 故军深入 在半路中敌人的埋伏 李宇重英勇战死沙场 李宇重经历过 大大小小暮凑战役 毫无例外 他都是身先士卒 冲锋载前 临死打这场仗 亦不例外 李宇重 并非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 更加谈不上什么知书达例的人 他是一个狂妄粗鲁的人 但是 这些都无损于他的伟大成就和公分 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智勇相传 还强武敌 在短暂一生 他无数次 战争敌人 保卫了国家 他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 很多人 都以为 李宇重是个大老粗 只懂得弯弓射箭 提刀上马 不是吧 他虽然是武将 但是并非一个粗人 下面我读出一首诗 大家就知道 他是很有文才的将军 那首诗是这样 春来杀气深有壮 此去要分骨耳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 梦中尚寂夸正安 李宇重的老师是徐蔚 徐蔚不但十分精通兵法 而将明朝大才子 诗书画得非常非常出名 李宇重 在老师身上 学了很多打仗的本事 在文学上 也有很大收益 李宇重离开我们 已经有四百年了 但是他中马持疲的英姿 意气可见 洪峰又在也 说完李宇重 又说了一个封臣收吉 上回说他已经跟我们谈判完了 定了条约了 朝鲜又停战了 虽然事隔一年 现在是时候来收缩了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封臣收吉派代表 来到明朝收缩了 本来谈判这件事 实在是一场政治游戏 好像大家准备打仗了 大军压警就准备开炮了 但是那些战书写得十分亲热的 什么亲爱的将军 我向你自最热情的问候 自最崇高的敬礼和祝福 说得肉麻 接着就开跑 但是明朝和日本这场 关于朝鲜战争的谈判 不单是一场游戏 简直是一场世界上 外交史上有名的滑稽戏 内容之离奇曲折 上场演出的主角 表现之精彩绝伦 实在任何戏家都做不到的 这次封臣收吉派了一个使者 小西飞来北京 小西飞 你别搞错 他不是小西的亲戚 他的名字叫小西飞 他是小西航长的亲信 不是亲戚 小西飞 这次封臣收吉之名 当特使 来和大明王国谈判 要求大明王国退任 他的承诺了 听到日本的特使 那个沈维京 就吓得面无人色 以为过多年纪就算数了 不然日本人这么好记性 现在都用记得来收数的 自己是信口开河 胡说一通 现在他当真的来拿东西 那怎么办 那么日本的特使来得好 那么明朝的国防部长石星 就接见这个特使了 他就先下手为强 提出和平的三条条款 个个小西飞一听 整身飘了冷汗 那他就提出哪三条条件 肉之后诗如何 请到下回分解了